数据显示Apple Pay昨天榜卡数量远超3000万张 尽管很多人都没榜上 但是Apple Pay能够改变整个支付行业目前格局吗 来势熊熊的苹果加银联的组合 这个平银组合能够动摇阿里和腾讯 已经控制着移动支付市场吗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当2014年9月库克宣布推出Apple Pay的时候 目标直指传统的刷卡消费 库克在演讲当中超过一半的篇幅 都在强调移动支付的快捷 那就是它 那就是它 你也想再看它一遍 只要你可能会有连转和失去 值得玩味的是Apple Pay此番入华的最大合作伙伴 这是中国最大的银行卡联合组织 中国银联 在中国Apple Pay的线下支付 必须依靠银联的闪付终端升级后支持 在两者的合作当中 苹果看中的是银联的线下结算终端 银联则看中的是Apple Pay这一明星产品的覆盖人群和影响力 总体来说我还是比较看衰他们的 因为这个时间窗口不对了 我们以前假设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 比如说在应该在08-09年的时候 如果是那个时候干的 可能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广阔的 但现在我们知道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 市场风格都非常高了 它的分布不平衡 基本上都在北上广发达地区 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广阔的内地 这个iPhone 6的 及iPhone 6以上的这样的手机机型 市场战略率不高 Apple Pay的落地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五 亚洲第一个开通这个业务的国家 有机构预测按照中国目前iPhone 6 及以上设备的安装量 3000万是目前Apple Pay可以辐射的用户量 这个数字在移动支付市场并不突出 虽然苹果当年强调的不储存 手机用户数据这一决定 让苹果成为银行和银联的好伙伴 但是这也限制了移动支付未来的想象空间 Apple Pay后面是不是可以想象出来 一个互联网金融业务 比如做一些什么 哪怕就是买一些基金啊 理财啊这方面的事情 现在蛮难想象的 因为它不掌握任何数据 所以所谓的大数据啊什么 这跟它没关系 目前包括大众点评 美团携成国行巨美优品等APP 已经完整的支持Apple Pay 依托强势的Apple Store Apple Pay在线上支付的打通速度 将取决于用户的软件更新节奏 而线下的商家则是Apple Pay 能否打好这场支付战争的关键 目前仅有7-11 加勒福 肯德基 麦当劳 万宁等连锁商业 宣布支持Apple Pay 连连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 也在帮助苹果向商家推广 但这场支付战争的最后结果 还要看竞争对手们的出招 况且很多观众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您的iPhone可能都还没有收到 Apple Pay的启动推送 确实支付会越来越方便 但是我依然无法想象以后 你去菜市场买菜 买一把芹菜 结果你要Apple Pay 这个似乎显得有点那个 好